效果 这个广是领子 这弄完以后两边这儿是缝的 下面我就跟大家说 我这领子怎么织的 我现在说一下 我这个衣服呢 准备里边不都加一层边吗 这边怎么弄的 我现在弄的这个边是领子 这个是领子 我织领的时候 我这儿就埋了一根线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不清楚 一根浅粉的线 埋在这儿了 完了以后呢 这个领子怎么知道 我们不织完这滚边以后吗 你就顺着这滚边 这个边一针一针的挑 我给你看 你看就这个 就这么一针一针挑起来 看见了吧 这非常方便 你就一针一针挑 挑完以后就织平针 织完平针以后 你就跟你想要多宽的边 你就比一下 比完以后呢 我这个边呢 我是勾上的啊 这样呢 勾上的 这个领子这儿啊 勾呢 我是为了让它 领子这一点的 稍微紧一点 这样它这领子能立得住 怎么勾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先让大家看看我这个 收完边的效果 是这样的啊 它就有一行辫子 看出来了吧 所以它是勾上的 就是这样 先把这针套下来 完了以后 这不是这线吗 你就在这儿 这个粉线 是我织领子的时候 带上的吗 你就好找这个位置了 直接在这儿 勾出一针来 直接把这针套下来 完了再套这针 就这么收的啊 一针一针的收 看这个是在这儿 就这粉线挂的这根线 就是我织领子的时候 那个边啊 这样 这个松紧度呢 你自己掌握啊 领子这儿可以紧一点 如果你这个 就是湿的前开气这儿 门筋这儿啊 你要是织特别紧的 一定要跟你这个边的箱一样 别织特紧 织特紧的话 它就瞪着了啊 或者你缝也行啊 你不像我这种弄 你缝上也可以啊 就采取这种方法 现在我这领子都缝好了啊 咱们转过来看一下 现在就看出这领子形状了吧 这个就等于是刚才我这个收针缝的这一块啊 这样呢 我缝的稍微紧一点呢 它这领子穿上可能能立着一点 如果你这样特别松的话 这领子可能就这样 就啪啪着 所以呢 就是根据你的手劲 你想要什么样的领子 你自己得调节一下啊 这个你看这领子这样的 你这个边 我准备这个边啊 整个都给它勾一遍 凡是在这个边的位置 也像领子似的 里边再织出一块来 看看